大家好,这里是安小燕说电影 中情局审讯官因工作延迟导致大量民众死亡 心生愧疚退役,却因遗传密码卷入更大的阴谋中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动作场面重悬疑的反恐特工电影《惊天解密》 米苏曾经是隶属于中情局的高级审讯官 2012年,在巴黎一次反恐任务中 他负责审讯主谋,但是来不及阻止 导致当地数十名百姓无辜丧生 面对死伤一片的无辜百姓 米苏的心里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普通人的生活,一望过去放过自己 恐怖分子头目是真主教的大胡子 他在寻找信使给同伙阿陶送信 阿陶准备在这里制造更惨烈的恐怖袭击 这次是年纪不大但是很聪明的信使 但是他在行动中被中情局抓获 而之前安排的审讯人却死在了游泳池 医生判断为心脏病发作 中情局了解到恐怖分子这次可能要释放马尔堡病毒制造暴乱 这种病毒比埃博拉还可怕 埃博拉是非洲一种传染病毒 感染者高手不退 全身溃烂而死 根据情报显示 病毒来源地是俄罗斯 中情局必须将此事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米苏的领导找到他 邀请他回到中情局协助破案 第二天在公交车上 有人给了他一串中情局专用编码 米苏跟着他 来到了关押信使的审讯室 信使坚信这次认我是真主的使命 怎么也不肯说出实情 当米苏拿出大胡子炸回敦煌号客传照片时 信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 但他知道街头的暗号 其余的一无所知 正当米苏要把审讯结果上报的时候 米苏接到总部打了电话 总部那边还在等米苏去承认同一件案子 这时候米苏又在墨镜中看到有人持枪对准他 在场的显然不是中情局的人 米苏谎称还有事情没问清楚 再次来到审讯室 米苏把现在的危险写在纸上 为了逃命 信使只能对米苏言听计从 两人在逃跑口中被发现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信使重弹身亡 米苏逃离了这里 他来到领导的家 领导很快就查清楚 原来在中情局的人抓走信使的路上 就被截了胡 并诱骗米苏去审问 得到了大胡子的街头暗号 而这次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却出现了这样的事 这说明中情局里出现了内鬼 就在米苏换衣服的时候 那伙人找到这里并打伤了领导 对方火力极猛 米苏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抵挡 领导命令他撤离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看到领导被杀 恐怖分子这边已经成功的拿到了病毒 只要将病毒推进剂和微型风扇放在一起 风扇就可以把病毒打散 肉眼无法看到更感觉不到 就在实验员全服装清理实验室的时候 窗外的小孩将皮球踢进了屋里 打翻了一瓶药水 小孩进屋拿走了皮球 但是几天之后 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被感染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蹊跷流血痛苦不堪 另一边米苏回到家 就遇见了正在盗窃的小偷 现在他怀有高度警惕 撬开了物业控制室的门 将自己家的网线和对面楼的住户做了交换 果然不一会儿就看到对面住户家里闯进了一群人 米苏留了一把匕首给小偷 自己出了家门 却看见那伙人已经来到这里 米苏想躲还是被发现了 来人对着米苏射出了麻醉剂 就在米苏迷迷糊糊之间 看到小偷打倒那些人并带他离开了 小偷得知米苏面对的麻烦 他自称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叫杰克 愿意留下来帮助米苏对付恐怖分子 两人来到真主教区 找到了小黑帮忙联络大胡子 得知大胡子经常在一家饭店用餐时 三人找到了这里 大胡子告诉米苏 毒气弹的事已经被组织命令停止 而阿陶因为参加宗教事务 遇到了各种机构的劫持 而且一个比一个野蛮 也是因为不断受到侵害 他对西方的愤怒已经丧失了理智 多年来他已经在仇恨中失去了自我 但是毒气弹到底要在哪里使用 每个连接都是独立的 只有见面才能了解清楚 米苏从大胡子口中得知了暗语 并得知在晚上六点 恐怖分子会在一个船屋见面 得到这张消息后 两人在离开的路上 米苏在杰克的话里发现了漏洞 虽然杰克再三狡辩 米苏还是坚持和他划清界限 此时杰克知道自己也忙不下去了 拿出刀和米苏对打起来 米苏伸手矫健 两人打得不分上下 但他终究是个女人 还是被杰克制服 然后带着米苏准备去往停车场 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哥们 带着两条大狗也进了电梯 米苏看着两条凶猛的大狗心生一技 他偷偷地将狗嘴上的防护杖扯下 快速地打了狗主人一拳背过身去 大狗看到主人被打 朝着杰克扑了过去 小黑在楼下听到了电梯里发出响动 直到出了事 迅速向电梯跑去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电梯里狗主人浑身是血 那条狗已经被杰克打死 杰克也受了伤 他把怒气都撒在了米苏的身上 就当他逼问米苏暗语无果的时候 小黑冲了出来 怎奈他的功夫实在太差 反被杰克打倒在地 危急时刻狗主人对着杰克开了枪 并放出了那条凶恶的大狗 钟情局这边知道孩子被感染 做了隔离措施 女警长知道病毒一旦扩散 后果不堪设想 而最让他害怕的就是物化传播 他已经组织人手 阻止恐怖分子的见面 小黑也被安排成了街头人 米苏知道小黑没有任何军事训练 担心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亲自给他检查安全装置 并对他时刻关注着 天黑以后 警方的狙击手做好准备 小黑则来到木屋的木桥上 等待街头人 女警长告诉米苏 他最在意的那场爆炸事故 法国安全局做了调查 根本不是米苏延误了时间 是有人得到消息 故意拖延酿造了这场惨案 而死亡人数也远超米苏制造的数字 钟情局也在信实被劫走的现场 遗留的子弹中查出 劫肥使用的是一把带消音器308狙击枪 这个型号的枪很少生产 制造商只提供给了情报局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情报局内部 经过进一步核实 得知这把枪是一位 由12年工作经验的老将在使用 这个人就是米苏的领导 而米苏这边 他在小黑所在的桥下 发现了一根引线 他怀疑桥上安装了爆炸装置 一直担心小黑的安全 他快速下水去查看 但是他不知道 一支枪口在瞄准他 一号狙击手拔掉了监控网线 他悄无声息的干掉所有的狙击手 女警长看着视频消失的信号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总部通知女警长 一号狙击手有问题 但是已经晚了 目瞧处一辆小皮艇驶来 上面的人开枪打中了小黑 米苏在桥下听见了恐怖分子 晚上7点在内核船餐厅见面 来人走后 米苏急忙查看小黑的伤情 当他捞起小黑的时候 狙击手又打出一枪 小黑当场死亡 正当他的枪对准米苏的时候 女警长及时出现 对着他开了枪 米苏得以脱身 驾驶小皮艇赶往内核船餐厅 里边恐怖分子成员将病毒放进了体育场的冲锋口 当他出来后 发现体育场人声鼎沸 其中还有大量的孩子 他犹豫了 病毒带来的后果太过残忍 这不是真主应该做的事 他无法触碰那个罪恶的定时器案件 而餐厅里 推动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终于出现了 他就是米苏的领导 当初他假死骗过所有人 他得知手下不愿意启动定时器的时候 派人接管了他 并带走了定时器 而米苏也找到了他们 面对一手提拔的领导 米苏曾那么信任他 现在看到他都觉得恶心 巴黎爆炸也是这个老东西一手策划的 害得米苏沉浸在愧疚中那么多年 两人在对峙中 米苏故意放水 给了领导逃走的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知道病毒到底在哪里投放 果然脱身后的领导急匆匆的开车走了 米苏劫持了路人的一辆车 解随其后 领导成功的拿到了定时器 望着对面的铁育场数以万计的观众 他策划了这么久 将在今天尘埃落定 他毫不犹豫按下了开车键 五分钟后 整个铁育场内的空气中都会充满病毒 就在这时 米苏再次找到了他 当米苏对着他打出了警告枪时 领导的手下听到枪声赶了过来 对着米苏扔了一颗小型手榴弹 爆炸前 米苏开枪打死了他 自己也因为爆炸的冲击挂在了楼边上 这时领导拿出定时器 向他炫耀战机 米苏趁机死死地拽住他的领导 两人在搏斗中 米苏在最后的三秒钟按下了停止键 这次他没有延迟 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 事情还没有结束 阿桃流算到别处继续制造恐怖袭击 中情局安排米苏尽快找到他 几天后 阿桃走在叙利亚的天桥上 擦身而过的路人对着他的大腿动脉 深深地划了一刀 他瞬间倒地 血流不止 很快就因失血过多死去 路人摘下帽子 正视米苏 不一会儿 他坐上了前来接应的车 这次的案件总算告一段落 米苏也正式回归中情局 再次成为了国家的战士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解密影片的取材 比较迎合目前欧洲的政治主题 将MI5和CIA 怎么协作铲除穆斯林 极端恐怖分子 激情暴局内部的阴谋家 随着情节的不断展开 客观的传达给观者一个信息 不要被披着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所蒙蔽 影片的最后 当然是主旋律的胜利 阴谋失败 正义皆大欢喜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